各位評論如何 那麼大的發揮空間來推廣宜蘭在地的藝文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退守 我們的事業管理所 就是我們的謝所長非常的支持 因為大家覺得很美 但是他覺得羅東已經要留下一個充滿藝文的地方 所以首先請一下我們羅東正公所的謝所 這個祭典從開始我們琢磨到現在 都一直在由我們疫情空間來團長在市里推動 那目前已經成為我們國內知名的一個藝文空間 那我們在公所的立場只有一個蘇中之事 讓這些藝文界的朋友喜歡到這個地方來 把這個空間的最大效益把它推廣出來 那成為我們推動那個藝文的一個火車頭的一個功能 那這次呢也非常高興的有 那潘老師這次的可憐版話的這個活動 那希望呢那各界呢多多給公所那個建言 我們大家都知道羅東一提到羅東都是小吃夜市 當然都非常好 但是不要忘了羅東過去的老靈魂就是來自於快幕 快幕造成了羅東的成就 所以我們希望打造疫情空間 是一個能夠足以代表羅東文化 藝人藝術都能夠在這邊流竄的地方 所以這邊經營五年了喔 雖然經營很辛苦 文化空間本來經營就非常辛苦了 但是我們的人要做 所以今年開始呢我們會規劃在這個地方 我至少要規劃每個月定期一個獎座 音樂會夏天的戶外文子電影院 然後今年又很高興 我們潘老師又把他的版話車能進來 所以一檔一檔的會在這個疫情空間流竄出來 我希望大家今年很清楚 羅東就是要打造一個文化歷史的故事城市 每一個城市都有他的故事 誰能夠把故事展現很精彩 這個故事會令人在嚮往 會有更有歸屬感 羅東的改變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街道或他的奇遭固執 其實慢慢的有在呈現他的風華 所以公所有一些一歲節 節慶相關活動的功能藝術的 一個參與製作 或者是新年的階頂固執 的一個活動 我也認識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羅東 是一個有能量的活力的地方 那如果能夠一個城市的一個生命 他很重要的底蘊 事實上就是要透過這些人文故事 人文力量 藝術等等 來撐住他的一個內盤 所以這是算今年的第二檔 第一檔我們在過年期間 就是一個年畫的創作 是各式各樣 那這一檔我們邀請到的是 今年文化部全國首獎的六件作品 還有兩位邀請的藝術家的創作 還有一群就是從事這個版畫 藝術創作非常優秀的作品 來到我們這個館來展出 那接著我們今年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我們陸續都會有各類的一個展品的展現 包括說各類大家能理解的繪畫媒材 有水墨 有畫 裝置藝術 或者是立體的 陶藝 雕塑等等的一個作品 逐漸來呈現 那這樣的一個呈現讓他多樣化以後 希望能夠擾動我們在地 這個藝術的風氣 那我們雖然是小而美 可是我們內容卻是非常的精彩 羅東 讚啦